rm 好 我們志凰今天講第54單元 第54單元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四點 下方四點的部份 那下四點的部份來講的話大概會有幾個結構 那今天講的結構是比較偏向就是 橫折 橫折勾的下方四點 其實這個你把它貫穿來我們再寫火制四點也是如此 火制四點啦或其他的 有下方四點的 比方我們寫關公的關 我們這樣帶過來以後 那這裡一樣會有四點嘛 那這四點也是一樣 那其實在範本上面示範的都是偏向橫折勾的這個 但是這個四點你可以通用到火 也OK 四點火也可以 所以這個部份特別去留意一下 那下方四點來講的話它沒有什麼概念 大概就是幾種變化 第一種來講最簡單的 直接拉成一個橫筆 它就直接這樣帶過來而已 直接這樣我會跟著 我們先從橫折來講 因為既然有講到橫折勾的 不用我們就連橫折來講 那橫折來講的話它是一個代筆 上面的筆畫帶過來直接拉出來 細頓轉折軟 直的後半段帶弧度 停住再做切爪勾或做勾的部分拉起來 那這勾可以做切爪勾可以做標準勾 也可以做長勾 或者說切爪勾的部分帶過來往左拉 這三種都可以 切爪勾長勾標準勾都可以 那它共通的一個點是上細下粗 這個數的部分來講的話 是上面細的 過來上面細下面變粗 再拉勾 再拉勾 那橫的部分來講 剛剛講它有可能是逆筆這樣帶過來 右上角往左下角壓再帶過來 停一下 帶 那也有可能是直接一個招道下去的 就直接這樣壓 提起來 停 一個招道下去的 那也有可能是柳葉就直接很尖細 就這樣子 尖的過來 停住 好拉下來 這一間的就直接順比上去 這裡就不停筆了 這它在橫折勾的部分 然後那個馬字勾的一個 一個橫折的部分的概念 那四點的部分來講的話 幾種姿態 第一種姿態來講 它只是一個橫筆 就直接這樣 斷 拉變細 停住 扭一下 按筆 提 壓 扭一下 就可以了 變成這樣的姿態 那有些它會扭的比較嚴重 它會怎麼樣 過來要拉過來 扭 再往上挑 所以有時候這裡會有一個小肩筆 好 這樣會有一個小肩筆的概念 好 這樣會有一個小肩筆的概念 好 這是壓完了以後再往上挑上去 這部分可以稍微留意 這是它第一種的方式 那第二種的方式 四點變三點 而且三點是連 後面 兩點是把它連在一起 按筆 一個大肩 小大肩 起來 再壓下來 再起來 再壓一下 拉下來就好了 一 二 三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這是四點變成 三點 一點 兩點 三點 但是 後面兩點是連貫子 後面兩點是一貫 那有一種是四點還是維持四點 但是後三點連在一起 第一點獨立 好 第二點 開始連了 拖起來 壓下去 飄再壓 扭一下 第一點都給我們孤立 所以不要做第一個 會被孤立 壓一下 起來 壓下來 戴偶斯 彈一下 起來 壓 順個時鐘 繞個圈 提起來 這邊是繞個圈 提起來 這第三種方式 一樣 點 第一點獨立 後面馬來連貫 那第三種就是 點點獨立 點點獨立 那點點獨立也大概會有兩種的概念 那第一個就是說完全都打勾 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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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 那我可以後面兩點 然後連在一起 沒關係 那這個都是一個打勾的概念 都打勾 打勾 打勾 後面一個拉下來 那有些它會反向 那我所謂的反向 我第一點是 過來後 這裡 往這個方向 那這裡再拉直 再拉出來 再拉斜 直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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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它會是比較 亂一點點 會比較亂一點點 就直接 第一個是直的點下來後 起來 這裡變成斜點 那這裡再稍微偏直一點點 還是斜的 那這裡再更斜一點點 直的 平的 稍微斜一點點 這裡再斜一點點 所以姿態 大概會有這幾種姿態 第一個 直接拉成一個長橫筆 那長橫筆 記得出細的部分 這裡越細越好 不要回去就好了 不要回去就好了 第二個是後面的點 把它做連接 第一點獨立出來 飄一下 按 繞圈 這兩筆畫 那再來變成三點的 按一下 好 壓往下壓 這裡是往下 這裡是往右 那這裡再繞圈 下起來 往右壓 起來繞圈 一樣 第一點獨立出來 再來是點點獨立的 打鼓打鼓打鼓 點 或者說 往下 往右下 往下 再往右下 這個方向 特別去把它記住 它的一個姿態 另外一個是 往下 平 斜度 再平一點點 那 不變的是 以這個姿態 點點獨立的姿態來講 最後一點都是比較重 最後一點都是比較重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去留意 所以跟歐陽群的不一樣 歐陽群的馬字點來講的話 它最裡面那一點都會比較小 反而是在外面的這一點會比較大 所以這部分 它跟姿勇是相 欸 姿勇跟歐陽群是很重 所以這地方特別去留意 好 那我們就針對這 六個刺斑輪子來做講解 來第一個字讀 五 來我問一下第一筆畫在哪邊 那個 竖筆 竖筆還是橫 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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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下出,停住,拉,再帶到樹筆 停一下,不要拉直直的稍微這樣飄一下 好,停以後再拉出來 這裡帶出來,壓,拉起來,然後再飄一下 起來,壓,過了這個樹筆以後再往下壓,再收 好,所以這地方特別去留意筆順 好,第一筆畫 好,第一筆畫,第二筆畫,第三筆畫 好,筆順的部分,那碼的部分一樣,這裡第一筆畫 第二筆畫,第三,第四,第五,最後才寫樹 好,這是我個人習慣寫的一個筆順 那要去留意的一樣,在這個空間都是一樣的 這裡面的空間都是一樣的 好,這空間一樣的 那呼應的位置,特別去留意一下 這個點是最左側,所以要比這個 低筆的橫比在沙海左側一點點 那這裡內縮,這裡是一個大內縮 那這裡到哪邊,到這個地方就要開始做轉彎了 然後就要開始做轉彎,它是直接一個十轉過來 直接一個十轉過來而已 那 這個筆畫,是從這個樹的下方去帶 那這個盾 飄起來,然後到這個樹筆的下方再往右下壓 它的空間位置 那這裡是沙爾內瓜 那這裡是一樣的長,沒關係 好,這堵的部分 來,第二個字 尾 來,這個字要特別去留意 它帶很大的形塑概念 帶很大的形塑概念 第一筆畫當然沒問題 是左點的部分 好,這邊筆尖把它帶好,直接壓下來 停住,往右上帶帶弧度 停一下 這裡是挑上去,再壓下來 好,接到直接轉彎了 後來,後面帶帶一點弧度 出去 出去以後,起來 所以這裡是這樣子下筆 往右上扭上去 停住 提一下按筆 拉過來 好,挑起來 再壓下去 上去 接到後,就直接轉折了 拉下來 好,那這裡直接過來 停住 起來,在壓筆 拉幅度 停住,壓一下,直 停一下,大勾,拉起來 拉起來後,直接帶一下,壓,起來,往下 起來,這裡按一下,飄,扭一下 起來,所以這裡筆順特別去注意 我重新寫的是連續性的 來,壓,起來,上,下來 來,上去 折,過來,起來,上去 過來,頓,拉,停 重,起來,壓,往下 起來,扭,就好了 這個地方,特別去注意到 這個地方,起筆的部分,特別去留意 來,下一個字,斜 來,那頂不起來,頭上那個 那個大總包不見了 他直接把他省略掉了 來,這裡直接往左下角去壓 水滴,收,起來 轉一下筆 一頓,拉,落,壓 壓一下,提一下再拉 這裡按比賽提起來 所以這裡有一個小缺口 拉回來,那帶到最左邊 拉下來,停住 來,再來 再來 拿個比方,點還是數 這邊你要把這邊獨立出來了 這個地方獨立出來了 這邊變成另外一個結構 壓,起來,這裡帶下來 壓,再拉回來 寫這裡 好,拉鍋 起來,轉一下筆 因為裡面線條很薄 弧弱,再拉回來 好,再來關這個門 但他沒有把它關的扎實 就在寫這裡,壓一下 提起來彈性 弧度 停 拉,這裡帶出來 拉彈性 壓,往左上 提 那這裡要去留意的在空間的部分 這個地方不要出現很比 我講過了 這空間不要出現很比 那這裡的空間是一樣的 這裡空間一樣的 那再來說 對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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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折的地方 對應的位置 那這裡再突出來 這裡 不要超過他 頂多跟他齊平就好了 最右邊在這個地方 帶過來後 在這個肩尾下方 做這個四點的齊筆 齊筆 那到他的位置 頓 往上提就好了 到他的位置 頓筆 往上挑就可以了 這是他的一個結構部分 來 下一個 煙 第一個筆 換橫筆很特殊 很特殊 這在他的筆法裡面 蠻特殊的一個寫法 有一個柳葉 有一個柳葉的概念 所以他就有點側 他筆是有點側 大概是中鋒路筆 直接就這樣子壓下去 好 轉回來 再提按 拉 拉回來後 帶到中間 直接下壓 扭一下 起來 這裡帶下來 停住 好 起來推 裡面的 短短的就好了 推 那一樣帶出來 所以這一推是這樣帶過來 來 再拉回 落 停住 粗的 細的 粗的 好 蟹爪勾的味道 起來 往 左下 拉起來 好 這裡帶過來 壓 再往下 再拉起來 再往右 壓 提 就可以了 空間的部分 去留意 空間的部分 去留意 那這裡 到它的位置做轉折 這裡是一個大幅度斜面 那這兩個橫筆是等長 等長等寬 那 這裡 介於這兩個 的中間去帶 所以是從這裡推過來再拉 這頓筆再拉回來 頓筆再拉回來 那轉折的位置講了 好 那這空間 特別去注意 這裡滑 這裡滑 這裡就是滑 有沒有發現 看一下字鐵 那這個位置 它是用逆筆這樣掛了再上去 方向 路筆的方向 這樣上去 在它的下方 寫這一筆畫 那這一點的路筆是從哪邊 它的正下方去帶 這正下方去路筆 先去再帶上來 在它的下方壓 這一點呢 在這一個橫筆的正下方去帶 壓 再過來到 它的位置要再往下壓 點點這個距離是一樣的 這空間是一樣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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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是一樣 好 所以這樣 再注意一下 把空間位置概念去把它完整的去把它掌握 我們在書寫楷書的部分來講 就是對稱啦 空間啦 這部分 會是比較重要的 來 第一個撇 中心 它在正 第二空位正中心下點 壓 好 一個短撇 壓下來 直接帶下來 停住 紅線停住 黏住以後再往下 往右下收 所以這個切刀 切刀往後起來 再撇的中央 下筆上去轉折下來 微微斜斜的 黏住 拉勾 可以拉勾 沒關係 轉一下筆 裡面的 粗 但是短 帶過來 再一次平 就要這裡截推出去 往下提 往下提後 再帶出來 這個位置 很頓 拉很細 停 出 停住 拉 好 拉這裡直接帶出來 壓 提起來 壓 提起來 再帶下方 壓 再提起來再帶 直接慢慢的往下提 那這裡一樣在空間上面 特別去留意 這空間是一樣的 空間是一樣的 那這裡 就是起平 再去轉折 再轉折 那在中間 去帶這個橫筆 它的位置斜上來 而已 這個橫位置 斜上來而已 那這個點 等同是 這一段的 一倍長 可以稍微 這裡略小一點點沒關係 但是不要大於這個空間 最大就是這個距離 好嗎 可以這裡略大 這裡稍微小 那千萬不要小得太多 那一定要超過這個位置 一定要它的左側 那這個空間也是一樣 都一樣的 那這一點在它的下方 這一點在點的正下方 這個撇的正下方 等於說在正中央 在我們格子的 左右的正中央 下筆 這一筆在它的正下方 好 所以這部分特別去留意 好 那我們講的最後一個字 來 明 我們如果遇到口字邊 遇到口字邊的話 大概口都會比較偏上側 那口千萬不要把它寫得太大 口尤其那個洞的地方 不要寫得太大 一樣 筆先去帶出來 直接下壓 水滴 好這裡扭上去 轉折 拉下來 直接往左 再往右 揮 這個地方不要太大 這個白洞的地方不要太大 這是我們所謂的 G白當黑的部分 好 帶上來 這裡 錯筆 弧度 起來 這裡一樣 壓筆 刷下來 填住 起來 上去 蹲一下 拉下來 填住 拉勾 好 一樣轉筆 跟剛剛寫了是一樣的概念 這裡 讓它有點往上挑 這裡有點立書的味道 那 要不要把它做出來都沒關係 這裡最後再帶出來 一樣這空間帶出來 停 扭一下 帶出來 細 一 頓 好 一樣 上去 下出 好 拉勾 起來 在口的這個位置 偏右側一點點就好 勾起來 轉一下筆 壓一下 起來 在它的下方 起來 在中間 起來 再壓 就可以了 那這裡一樣在空間部分 這裡一樣在空間部分 這空間是一樣的 好 那一樣 不要超過它 不要超過它 那在它的下方 在中心的位置 就是 我們的第一個鳥的 第一筆畫 撇的地方 下方去下筆 那這裡 大概會在這個位置 往右下壓 就可以了 這裡是連續的 這裡是連續的 因為我筆沒有不夠尖 所以帶不出來 那這個地方空間去把它帶出來 空間去把它帶出來 好 那我們今天講的字容 第20 第54 單元就講到這邊 回到這裡 這裡 有些複製 是 這邊 有些複製 回到這裡 下方 是 在這裡 中間 有些複製 有些複製